大家是不是有一個正常的調整呢? 當然要關注 外圍現在都是偏弱的 會不會拖累一下港股呢? 當然會有一點左右下 但很好 其實這一段港股和外圍股市 比如美股的關聯度就不算太大 反而這段港股升上來都是靠A股 特別是炒內地一些政策的出台 還有炒過一些科技股 中概 監管放輕等等 幾件事是推過一些上來的 所以我想昨晚你說美股有這樣的回調 當然這一刻令港股低開又不出奇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回落呢? 我覺得暫時未必 除非美股真的崩得很誇張 而令整個投資情緒一擺 又擺回到比較負面那邊 就可能令港股是會擔心一點點 但我想暫時都是一天的一個回跌 又不是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或者這麼說 還有我想也要先看看今天A股的情況 但當然我想港股認同你說的 就是升幅其實不少 不要說看三月份的低位 這三月低位其實現在還誇張一點 就算我們最近看5月10號的低 就是19178 由這個檔起步位來計算 其實昨天最高去到22142 其實投資還未差一點 都差不多3000點的勝幅 變相一個月裡面升了3000點 就算大家多樂觀都好 都覺得回壓是很合理的事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認同這個說法 而二來剛好達人3000點 去到一些比較敏感的關口 大家看到版面都記得到100天線 2211度 這些位置 你說是不是這麼容易衝穿呢 當然近期的市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相對還是叫好的地方 就是成交算大的 其實那個力量是不差的 但是始終去到一些比較中長期的軍線 我想所謂整股一下也好 或者扭一下也好 其實是很合理的 不是一下子衝穿 其實很正常 還有其實剛才都說的 過去炒上來的主因 當然可以說對比上兩個多月 那個港股明顯的氣氛是好很多的 但是其實現在正在炒作中的 剛才提到一些政策的出台 一些所謂的衝景 但是說一句是不是這麼實在呢 就是只是說科技的監管 或者中海那樣東西 其實就沒有真是非常實在的一些因素在 還有政策都令到涉及了3000點 除非接下來還有很多而已 但是否則的話 這些位置休息一休息其實是合理的 所以我想不是說看淡的港股 我這對港股其實下半年 一向的市況都不是太悲觀的 甚至我覺得整固完這段時間之後 只要剛才說的那些因素 沒有特別是再選差 其實是有條件再示範高一點的 因為你不要說多了 可能炒回去比較合理直一點的 可能是大概2萬4B 這些位置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就是下半年來說 不是未必是下半年 但是我覺得短線如果你說做個整固的 可能暫時看著大概2萬1300這些位附近 如果這些位置守得住的話 其實市的走勢就不是太差的 甚至短期的目標其實自己看著 是看著2萬2500左右 也是因為去到4月頭的高位附近 所以我想可以回到2月1300到2月1500 做回這一轉的一個上下位 是 如果這樣說 可能是拿著已經不錯的賺 要不是說吃了一壺 讓他多回一點又再上車 但是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一直拿著算 當然我覺得可以考慮吃一下 這個很正常人之常情 因為經歷了過去的年多的港股 有得吃不吃 最大惡極 或者這樣說 大家後市其實都估計不到 是升是跌其實大家都沒有水晶球 問題只不過是看看自己的貨量是如何 或者賺幅是如何 甚至剛才看過指數位 都說了去到一些重要的關口一拍天線 所以你說這些位真的特別 如果你真的這麼好地在5月份低位坐上來 甚至不要說5月了 可能你3月其實坐到現在 其實你4、5月都比一下 所以你現在有得賺的 那沒理由先不下袋子 我覺得又不是打青瘡的 就是對市場才提到不是悲觀的 所以不需要青瘡 但是你說真的吃著一些 甚至乎吃完之後 你更加彈性地 可能真的等它回下來 譬如去到213以下的 那你再加回頭 我想這樣做的操作會好一點 因為正如剛才說 雖然下半年 可能對港股的看法不是特別差 甚至覺得可能去到24,000 那些所謂均值附近的這些位置 但是不是所謂一步到位 我覺得可能彈到差不多 又回一些 但是它不想回一些 就是所謂反覆地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想都所謂要掌握 當中的節奏 雖然是比較難的 但是我想考慮吃一下護身 其實這個做法是比較合適的 嗯